吴磊在首赚国足2比1,祭拜吉尔吉斯斯坦的下半场,被对方后卫放到受伤。 此后,国家对对一确认,吴磊是左肩韧带拉伤,并非骨头错位。 但据上官新闻的消息,吴磊的伤情比此前报道严重得多,他是肩所脱位三度,具体表现是肩所关节脱位,较为严重伴随韧带拉伤。 一名专业医生看过相关X光片后表示,这样的伤无法治安痊愈,必须需要进行手术才能彻底治愈,治愈期需要三个月左右。 据悉,上海上港俱乐部的医务组组长安杜,也已经来到阿联酋,他很有可能对吴磊进行特别治疗。